收费品嘞 贫贫怪怪的都行啊 收费 他们谁啊 大中午到家门口要我啥呢 快滚 我就是收费品的 那个刚好路过 哎大哥 你这儿有没有费品卖啊 贫贫怪怪都行 搞假收 贫贫怪怪也收啊 什么叫啊 品价好的优先 或者不要 一个五分 一个五分 哎大哥 你要有的话就赶快拿出来 我们呀也刚好路过 你要等我们一块走了 可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啊 有有有有 我家什么东西 就是不学贫贫贫贫 你等着啊 我马上拿出来啊 等着我啊 哎 来 我去啊 这么多啊 那是 你们先收这么多啊 不够家里还有 多的是 不够家里还有 多的是 好家伙 年轻的花瓷 悬得年轻的炉子 这鱼老二家 果然都会是关山世家 竟然有这么多的好东西 梁哥 咋样 哎 你碰什么碰啊 我这一个五分破坏你码啊 我去摸摸 摸也不行 哎 怎么样 我这可都是完整的 一个五分 说好的 可以 不过你这对东西里啊 能让我看上眼的不多 哎 还有更好的没 更好的 你这挑挑拣拣的 你要还是不要啊 要肯定是能要的 不过你这对东西里啊 能值五分钱的不多 我买回去啊 也是到就会市场赚差价 肯定全都吃不下 那你想怎么个手法啊 你不说你那儿还多得很吗 快 再拿出来点 我挑挑 还拿 你不会光看不买吧 我可告诉你啊 这东西我家多的是 你可别骗我啊 哎 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经常在这附近收废品 赫家购道垃圾站 就是我开的 我还能跑了不成 来 赶紧钱 来 嘿嘿 好好好 等着我马上进去拿 你随便挑啊 梁哥 这些都是好东西 有好的 不过大部分都是一般的 那这个咋样 这件是一件明清年间的陶瓷 还算行吧 按现在的市场价保守估计 十来万 十来万 就这个小破罐子 这可是古董 老虎总传下来的东西 金贵 也就那鱼老二不识货 他老祖宗要知道了 给他打死 小点声 来来来 敲中了什么 随便拿啊 来来来 随便挑啊 看中了什么 随便拿 这次拿出来的这些 品香确实不错 那是 谁家的拼命宽宽 也没有我家的多 样式也没有我家的好 你们算是来对地方 这什么物啊 这么丧 一招机拿错了 这是我晚上用的夜壶 夜壶啊 你 咋真恶心啊 你顺手嘛 拿着就用了 这玩意各大又方便 好家伙 成花年纪的古董罐 哥 这又是个尿罐子 脏得很 别乱跑 我这可是里面最漂亮的 你们看中了 这罐子品香看着不错 回去宅花用 五分 不要了 这个可不卖 你傻了吧 五分都不卖 别说五分了 一毛都不卖 你留着干啥 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你留着一点用 谁说的 我刚才不说了吗 这是我晚上用的夜壶 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 有感情 那这样 你开个价 我给钱 你再整个新的 真的 我两个说话还能有假 这罐子 日夜赔我那么久 给加钱 至少 这个说 五毛 你疯了 就这个破尿罐子 你敢要五毛 行 五毛钱没问题 不过 你要拿回去 给我好好洗洗 好好好 我 我这得去洗啊 等着我啊 你慢点 别给我洗摔了啊 没问题 来来来 洗干净了 来 拿好 好嘞 大灵 咱们走 走 不送了啊 这年头啥人都有啊 尿罐子都有人收 还给这么多 真是个冤大头 还给这么多 真是个冤大头 梁哥 叫我看看吧 不行 你大手大脚的 再把这宝贝给我碰坏了 什么宝贝 不就个破尿罐子吗 尿罐 也就你和于老二 一个敢说 一个敢用 就这个 保你几辈子 吃喝不愁 真假的 当然是真的 你看 这花纹 就不是现在的工艺 就是有几百年前的沉淀了 像这么一只 保存完整的古董罐 全国都不见得有 那咱 岂不是发了 那当然了 你梁哥看上的东西 能假 走 回家 哥 等等我 干什么 赚了钱了 亲妈过来都不让进了 我们过得挺好的 您就别来打扰我们了 打扰 我们是来看你的 能叫打扰吗 这是嫁了人了 连信啥都不知道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赫西梁呢 让他出来见我 赫西梁呢 让他出来见我 不能进 不能进 哎哎 哎反了你了 好啊 你这个吃你爬外的东西 穿了钱了哈 忘本了是吧 哎 说说 回来了 放心 你请我 这不是排上许总的吗 怎么还是这份德行 姐夫啊 你这干嘛去了 搞得脏兮兮的 还抱那个罐子 男人家里的一片天 我当然赚钱去了 走开走开 我看你啊 吃去讨饭去了吧 二位这么嫌弃我 那么来找我干什么呢 你不是认识那个许总吗 许林啊 是许总 称呼都不知道 人家是什么身份 你是什么身份 赫西梁 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 把我们家大海呀 会见到许总身边 安排个好拍摄 等我们家大海发达了 也可以好好的提闲提闲你 听见没 只要你乖乖照做 我以后 多少会照顾照顾得点你 对不起 办不到 你说什么 你敢不答应 办不到就是办不到 我哪有那实力 去维持跟他的人们 装 既是装呢 上次许总过来的时候 亲口喊你贺大师 我都听到了 那是江湖骗子把戏而已 我几斤几两 你还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 你要是办不到啊 就跟我女人离婚 你要是办不到啊 就跟我女人离婚 哎 妈 你给我闭嘴 再怎么说 孟杰是我的女儿 要么离婚 要么 乖乖听话 你自己选 对不起 不管你的事 怎么样 好 我答应你 我可以在许令跟前推荐你 但具体能达到什么程度呀 完全取决于他自己 这个你放心 我们叫大海啊 怎么说都比你强 那是 我可不会像某些人一样 自视清高 啥也捞不着 走了 回去吃饭 死你子敢瞪我 反了你了 妈 他也就这个命了 注定和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不反不上 活该他自己受去 这是什么味啊 好像是肉味 从屋里飘出来的 这个死丫头 有肉 都不晓得孝敬他妈 死白耳狼 为良性 死白耳狼 为良性 好了好了 别哭了 我没哭 我只是气我妈太可耻了 居然拿我威胁你 没事 只不过是顺手的事情怕了 就他 还威胁不了我 你怎么老爸这破罐子呀 难闻死了 破 这可是我今天 好不容易得到的宝贝 就这 给做金山我都不卖 就这破罐子 只做金山呢 当然 哎 要不然咱们现在手头缺钱 我肯定是要将它收藏起来 破罐子 也就你拿它的宝贝了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成化年龄的古董瓶 有市无价 现在有好多人要了 都没点买去 我是不懂这些 我只知道它就是个破罐子 还是个臭的 我就是你臭吧 来 闻闻 闻闻 吃饭了 康老板 鹤兄弟 你可真是 识货的人哪 又找到我这儿来了 林果果言 青棺窑的青花 好家 青棺窑的青花 好家 康老板 东西怎么样 哎呀 这些东西啊 都没问题 不知道 这些东西可有出处啊 这你还查查户口了 这就按门 这东西啊 来处光明正大 绝不是斗里的玩意儿 也算是兄弟们捡漏来的吧 那 鹤兄弟可真是红福啊 咱们 这个想办多少钱 那就看康老板你了 我手里不止这些 更有一件西式归宝 只要康老板吃得下 我低一点也无妨 哇 成化年间的古董怪 还能保持这么顽强 哎呀 康老板 嗯 敢问给个什么价啊 咦 哎 鹤兄弟 哎 鹤兄弟 哎 两个咋走了 他那不少啊 一百万不少了 一百万 一百万呢 妈 妈 怎么 买卖不成 康老板还要留我 哎 赫老弟啊 这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这就是我们这行的规矩嘛 再说 你这不还没出店呢吗 来来来 再聊聊 再聊聊 再聊会儿 要不鹤兄弟 你开个价 三百万 三百万 不行不行 我最多 一百五 二百八 一百六 二百五 成就成了 一百七 二百三 一百八 你放我一马吧 二百二 你也放我一马吧 一百九 这样吧 凑个这样 二百 行行 不行 我走了 哎 哎 好 二百就二百 不许变卦了啊 行 康老板 合作愉快啊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鹤兄弟 你可真是个天生的寒假高手啊 康老板 你也不错呀 哎 你听这干嘛呀 因为这里人多呀 两个 两个 哎 大力 两个 哇 两个 这就是船上中的摩托车啊 哇 两个 这就是船上中的摩托车啊 哎 这就是摩托车 我的个乖乖 这么个大家伙 要花好几万吧 没有 用不了 用不了 几千块钱的事 这是我偷偷朋友 五千块钱提的 你们谁想要 我帮你们联系 五千块 我的天哪 孟杰啊 你们家清凉出息了 以后你就是我们成第一个富太太 那是我媳妇 我赚了钱 不给他花给谁花 都散了吧 散散散 忙着吧 等以后有机会了 我带你们挨个体验体验 二百万 不多不少 贺大师 你真是神了 这么短的时间 竟然凑到这么多钱 别老大师大师的叫我 我也没那么神 以后啊 叫我一声贺兄弟 好 那就贺兄弟 贺兄弟 我徐某人出来闯荡多年 你还是第一个 让我这么吃惊的 别笑了 比起徐老哥 您在商界的方采 我能算什么 那 这个事 你放心 包在老哥身上 我亲自出马 他渡海 敢不给我这个面子 好 徐哥来 我亲自出马 他渡海 敢不给我这个面子 梁哥 这大家伙坐着真爽 再带我这一圈呗 嗯 雷浩 梁哥 你就再带我骑一圈呗 喜欢 喜欢自己买去 这不是城内人的摩托车吗 你谁呀你 赶紧给我下来 住手 是我让他骑的 妈 你又来做什么 听说姐夫最近混得不错 都配上车了 配车这么大的事情 都不跟我说一声 五千多块钱呢 何清凉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娘 放在眼里啊 妈 可是 过来 这是我们家的事 没必要通知您吧 没必要 五千多块钱呢 你就买了个这个 会骑吗你 何清凉 你一个收费品的 用得着这么好的摩托车吗 我们家大海 现在在县城上班 还是正式工作 这个摩托车 不跟他来骑 大海 在县城上班 摩托车 就跟他来骑 可这是我们家买的车 怎么了 吃饱硬了 就不认我这个娘了 他还是你弟弟呢 这摩托车跟你弟弟骑要怎么了 就是 什么你们家的 是大家的 算了 给他们 你傻呀 借给他们我们骑什么呀 现在就这么乖 你觉得他们能养得起啊 养车也是要有实力的 这大家伙 可不是白跑的 哎 还是姐夫看得明白 有自知之明 嘿嘿 梁哥 刚买的 就是 就这么让他们骑走了 随他们去 反正也不起 大海啊 你这车怎么是推着走呢 练练的 好好好 这怎么打不着火了 本来还想让你带着妈 在这村里好好转两圈 这下好了 出洋相吧 这个贺庆娘 害我丢死人了 看我找到机会 怎么收拾你 这个贺庆娘 看我找到机会 怎么收拾你 大哥大哥大哥 大哥 干嘛 我们这次都看走眼啊 咋了 谁咋 请你的兄弟来信息了 和请了那小子 最近赚了两百多万 就靠他受的破烂 那哪是破难啊 全都是古董啊 难怪他有钱买的新摩托车 过来 如果他钉死了 最近他可是一座人形金库 懂吗 大哥 我们是不是要把他 想什么呢 挑战勒索 懂吗 看到最近身边都有什么人 一有机会 我们就 只成之后 贺庆良赚多少钱 钱全是我们的 你 你使点力啊 你 我手没劲啊 你油都不让他们给你家 你怎么开啊 这摩托 那你没说话 我哪敢说话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哎 车大哥 你是不知道 他们刚刚有多狼狈 脸拉得有这么老长 像驴 对不起啊 孟杰 我忘了那个是你的 没事 嗯 好了 趁大家都在 走进屋 我有件重大的事情跟你们说 哎哎哎哎 停一下停一下 哎 该死的客气凉 肯定是他没加油 害我今天 丢这么大的脸 就是 这有五毛钱一生 我怎么养得起啊 那怎么办 那个就是贺庆良的 张牧良和小舅子 噓噓噓噓 这个贺庆良真他妈大方啊 连新买的摩托车都舍得给 哎 我问你说啊 等一下动作要快 给我马里边 看到没有 p. 声 就是你先急 嗯 张牧良 脅托车要加油你不知道吗 咱们就应该 你谁啊你 要你命的人 你命 你干什么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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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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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靈已经答应出面协商了 事成之后 人人都是厂里的大股东 哇 太好了 哎 两个 大股东都需要干啥呀 哎呀 你这都不知道呀 救命啊 救命啊 哎呀 快起来 快起来 走开 都是你们家贺勤良 他得罪人了 抱怨在大海身上 大海现在把人绑架了 一百万 高生贺勤良 你忍得我 你说谁呢 要不是你们自己贪得无厌 非要骑个摩托车出门 你们能被人盯上啊 你谁啊 我在教训他 放你什么事 是 恶情良 这都是你惹的我 你 你赶快去给我套钱 把大海救出来 我们家大海如果有个三长两短 我就跟你拼了 什么 又把好好说 妈 这本来我们上哪给您奏去啊 我不管 那还是你弟弟 你男人惹出来的我 就该抓出 可我现在也没钱了 没钱 你会没钱吗 这话你跟他先生说去 我只要我们就要拿回 哎 妈你冷静点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大概猜到绑匪是谁了 我大概猜到绑匪是谁了 老大 这货真的只一百万啊 何启娘真的会为他给钱 这两货太怂了 昨天他丈母娘都差点吓尿了 他敢不给 这可是他小舅子 他要是不给的话 他老婆跟他丈母娘能饶得过他 要是何启娘报警怎么办 他敢 现在人可在我们手上 他要是不按照我的要求做 我给他送份大礼 嗯 好 我知道了 谢了老徐 啊 怎么样 有消息了吗 猜的没错 就是他送他们的小舅 这个梁有才 早上不都把钱还给他们了吗 怎么还做这种事啊 这家伙 肯定一早就低手 那我们该怎么办 报警 报警怎么样啊 报警 狮子大开口吗这不是 没有 谢了 那我们总不可能 真把钱给他们吧 我们上哪搓这么多钱去 钱不能给 但人 不能不救 刚刚和徐林的通话中 他告诉我梁有才的位置了 这一次 就靠我们自己了 和梁有才比一比 谁更有运气 他告诉我梁有才的位置了 这一次 就靠我们自己了 喝喝喝喝 喝喝 喝喝 哎呦 你干啥 哈哈 哈哈饶命 哈哈饶命 老子喝酒喝得正兴起的时候 你他们懂不懂事啊 老大 他下宿了 走 我跟你说啊 你最好是祈祷你姐夫赶紧给我把钱送过来 要不然我真打死你 他会来的 他一定会来的 喝起来他要是敢不来 我妈一定让她好看 就你妈还让她好看 我老实点啊 要不然 我真打死你 听到没 死无垢 来来来 你接着喝 我跟你说啊 干完这一票 哥哥给你发大财 怎么样 哥 就这家伙 这么说你咱叫他干啥 就不该来 行了别说了 他们现在在喝酒 倒也是个好机会 等会等他们喝醉了 我们再进去 哎兄弟喝喝喝酒啊 你这酒量不行 喝醉了 走 喝醉了 走 你操作的喝清凉 倒是你害的我 住手 你想干嘛啊 你还问我想干嘛 你还问我想干嘛 还没打倒我 还不是因为你 给你脸了 要不是我们来救你 你还在那说着呢 哎哎老大老大 快醒醒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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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别吵来 接着喝 哎我们都会绑架了 啊 何清凉 你你怎么会 你会绑人 我们就不会救人了 哥 现在咋办 报警 行 喝起来 你 那个老子等着 你 喝起来 喝起来 你那个老子回来 哎 打我打你耍啊 你以后干嘛 干嘛 你 干你 啊 啊 啊 好 真的 哎呦 感谢许老哥了 哎 回来啊 回来啊 怎么了这么高兴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我从徐林介绍多海的繁木城 这是成了 真的 真的 哈哈哈 老婆我们的好日子 马上就要来了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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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慢点慢点 好说说 那个 来不及了 你快去看看吧 看什么呀 你你还说说 你这怎么回事 都海 咱咱的厂子 都海把山上的 林林上的三座山全给砍了 你快去看看吧 就这 那可是咱将来的厂子 你咋一点不着急啊 对啊 你快去支持啊 不用 为啥 石油不收了吗 当然不是 徐林的合同已经签好了 那块地已经是咱们的了 那还不赶紧去啊 再晚就穿荒山了 嫂子 哎哎 干什么去 不用说我看上那三座山上的木头了吗 人都不是啊 我看上的财富 他们是砍不走的 快准备物资吧 地震就困了 地震 就快来了 地震 那家我真这么说 是的 现在他不仅一点不慌 还正带着他老婆 帮忙准备物资呢 贺清凉贺清凉 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 竟敢收购我的厂 竟搞这些神神鬼鬼的 通知我们的人 加快进度 一定要赶在他收购之前 我要让这儿变成一座荒山 是 哎等等 还有什么吩咐老板 都把贺清凉的消息给我放出去 我倒是要看看 他敢说出这么大的话 为你来多少笑话 去吧 好老板 地震 亏你说得出来 呦 准备了这么多好东西呢 是啊 马上就要过冬了 多处个点准备错 难道不是地震吗 别装了 我们都知道了 你们 都知道了 这么大事你们还想瞒着呢 没瞒着 这地震呢 马上就要来了 好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也去多准备人物资吧 小心天灾之下无人情啊 想买都买不上 小心天灾之下无人情啊 想买都买不上 我们走了 听他吹吧 他地震马上就会来 他以为他是谁啊 就是 半性都不敢说的话 他敢说 他当自己是神仙了 我看啊 就是脑子出了问题 好不容易赚那么多钱 就买对面那个黄山 不出问题才怪的 挂他呢 他自作最瘦 梁哥 地震真的会来吗 我说会来 他一定会来 要是来不了呢 不会的 这次的地震 对别人来说是一场灾难 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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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发生地震吗 怎么就成了富贵 天机不可泄露啊 该来了 前世 杜汗就是在这场地震后 山体塌陷 露出了底下的霉层 这一次最少会是我的 怎么回事啊 地震 真的是地震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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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老妈地震了地震了 都有地震了 你说什么 还说什么啊 1 呀我真的该听咱俊潢的话啊 没了 没了 我家没了 这怎么办呢 快看那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 没看到 哪呢 哎呀 就在那个洞 树边上石缝里面 对对对 看到了 黑乎乎的 什么意思是 梅吧 老板呢 字有梅啊 怎么回事啊 大惊小怪的 就是梅 绝不可能 怎么回 就不可能 绝不可能 怎么回 就不可能 赫老弟啊 恭喜恭喜 那出煤炭的勘探结果出来了 了不起啊 价值上千万啊 好 那就谢谢徐老阁了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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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啊 到底怎么样 当然是成了 太好了 我所估计啊 价值至少上千万的 成的一大活动 上千万 那我们几乎是发财了 发大财了 发财了 我们发财了 发大财了 发财了 发财了 徐总当里怎么说 徐总说 徐总说他不同意 我身上那么多煤就全白送了 几千万 我能这么算了 我能这么算了 好 你个白眼狼 白耀你几十年了 赚到钱了 让你给弟弟盖个房子都不肯 赚起来啊 赚起来啊 你跟我出来 妈 妈 上次绑架的事我还没说呢 这一次你明明早就摇摇地震 为什么不提前说啊 那我不提前说吗 分明是你自己你还敢闭嘴 没有 好啊你你咱两个呢 现在翻两天是吧啊 有什么事都冲我来 别在我家多少 哎哎哎路厂长路厂长 你来的正好 你看看我们家这个女婿 小秀子绑死他了 他都不管 是这家事自己处理 赫老弟啊赫老弟啊 能掐会算啊 这没的事拿两百万就想收我的厂子 合同已经签了 这事你该去找徐总说 徐总徐总你傻头了 徐总来压我 今天我过来就是告诉你 厂子我不卖了 这事不可能 杜海你想毁约啊 厂子是我自己的 我不想卖就不卖 你想他何处白嫖我都没 今天就是徐林来了都不行 不行 杜海你好大的胆子 不行 杜海你好大的胆子 徐老子 今天这件事情可真是多谢你了 哎小事 你我兄弟做哥哥的 怎么可能看着他毁约呢 赫老弟 来 看看 合作经营 徐老哥 你想跟我合作开场吗 没错 这可是好几千万的生意 老哥我想不掩馋也不行啊 到时候 我来搞定设备投资 你来掌管运营 以那神乎奇迹的本事 你我一起 这个厂子 将来肯定想不赚钱都难啊 不错 正愁将来买这本没有认识的书 这就上卡着要我自己送来 嗯 这本合同书呢 我看过了 没什么问题 能跟徐老哥合作 那真是最好不过的事 不过这合同书上的分成 你三我七 得改改 行 老弟 你说怎么改 二八一行 就一人一半吗 徐老哥 做生意 我怎么能让你吃亏呢 哎呀 何老弟啊 老哥我真是没看错人啊 那就这么定了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孟良工厂开工了 大家快来报名 孟良工厂开工了 大家快来报名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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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行商嘛 有经验呢 哎呀你快点 好嘞好嘞 我只是做梦也没想到 咱们也还能有这一点 不过 你为什么给工厂取名叫孟良呢 孟良孟良 这不就是咱俩的名字吗 对呀 我就是想向所有人证明 我是有多爱你 去你的 哪有人这么取名字啊 难听死了 哎 一群远不熟的白眼狼 赚了大钱就翻脸不认人 一点都不知道 心疼心疼家里还有我们 妈我们要怎么办啊 怎么办 不能怎么办 你再去找找他们去啊 我现在房子也没了 工作也没了 总不能让我跟咱们一样 厂子里的湾没吧 呸 一群下贱的长头草 只会卖苦力的剑种 好 就是 往别人打工还这么开心 活该一辈受求 走 我们找他们去 我就不信了 他不认你这个小舅子 还不认我这个丈母娘吗 走 就不信了 他不认你这个小舅子 还不认我这个丈母娘吗 走 这鱼老二也报名了 那是 你都不知道当时人多的呀 都快给我混到桌子底下去了 哈哈哈 妈 你们怎么来了 下班 你怎么说 炸了钱 两个人就把我给忘了 柯庆良 你还记得你娶的是谁家的女儿吗 有话直说 姐夫 都知道你现在赚了大钱 连厂子也开上了 拿过来 可我现在还凶着呢 您就不知道 主动表示表示 您想怎么表示 五十万 一次倒了就行 你抢劫呢 你可别这么看着我 要知道我姐 从小可是在我家 是吃我家的饭长大的 如今姐夫娶了她 难道要点亲情费 要过分吗 笑话 谁家的规矩 亲情费敢要五十万 够了 妈 你们还有完没完了 别害我妈 一个有钱了 救我老娘了 白眼狼 我咋就生在这里啊 我今天就打死你 五十万可以 但我现在暂时 拿不出这么多钱 如果你们觉得行 到时候可以来我的工厂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两个高薪的 高薪之位 高薪之位 妈 这就是她说的高薪之位啊 我还以为是躺的呢 早半天 还得咱俩帮她巡逻啊 哎呦 真是气死我了 哎 哎呀 这个帽子太难看了 她竟然要我这个丈母娘 非得戴上 好 哪来的怪物 难闻死我了 还不是厂里面的 能是哪的 厂里面的 妈 我突然有个好主意 我有办法让贺庆良她破产 说吧 今天过来找我干嘛 杜厂长 我知道 因为厂子的事 您和我姐夫一直都不对付 我现在手上 有她一个大把柄 绝对能让你 把她拿下 你们不是一家人吗 而且 她不是给你安排了工作吗 你 你交给我 喂 怎么不会 她贺庆良压根就和我们不是一条心 我们房子都塌了 她也没说帮忙 你让杜厂长 我的家 我保证 把她的消息 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你 好 只要你说的把柄是真的 让我花多少钱都行 大力 厂区环保这一块 我去交给你了 放心吧 哥 你交给我 没问题的 什么味儿 什么味儿 嗯 好 知道了 放心吧 怎么样 许总都说什么了 明天有个县里的领导 要来咱们厂里做环保检查 他提醒我们 一定要多注意些 多注意些 不就是普通检查吗 这次的领导 是由杜海陪同过来的 这 不会出什么事吧 放心 你去我 周部长 这边请 这边请 周部长 你看 这就是贺庆良的场子 我跟你说的环境污染的问题 就在这里面 周部长好 我叫贺庆良 贺庆良 就是那个提前预知了地震 人家会算的 贺大师 过奖了 只不过是运气吧 周周 早该想到 竟然是他 贺庆良 太谦虚了 人家会算 也是一种本事 那你看看我 我这一趟到这里来 是做贺呀 这 不太好吧 这有什么不太好的 贺庆良 你不是还有个大师的头衔吗 正好今天施展出来 让周部长 看看 你让我瞧一瞧 好 既然如此 那多有 既然如此 那多有得罪 我猜 周部长是接到举报 来检查我厂子环保的吧 既然知道 那你还不老实交代 我厂子环保哪里不标准 需要我来交代 不见棺材不落泪 顺部长 这边请 带您过去瞧一瞧 走 不是说这里有怪味的吗 怎么没了 杜涵 你说的环境污染呢 您稍等 你不是说这里有怪味的吗 杜厂厂 这里本来是有怪味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消失了 你们 你们在嘀咕些什么呢 今天这个局 不会是你们联合起来 献献的吗 周部长 有些人的底细啊 你要好好查一查 别被他蒙骗了 周部长 你听我解释 何厂厂 多谢你的提醒 今天的事 我会好好要查的 好 对了 周部长 我提醒一下 高处不胜寒 最好不要去高处 小心走天前 高处不胜寒 最好不要去高 小心走天前 今天啊 多亏了大哥 未雨绸缪 让我提前解决了 厂子里的环保问题 看 你也别喝太多 到时候厂里还需要你顶着呢 杜海这个人太可恶了 三分两次招呼 不用担心 之后他再也不可能蹦打了 大哥 你是有啥妙计 大哥这叫做天机不可泄露 你喝你的酒 以杜海公司偷税漏税的状况 周伯仲回去以偿 几年的牢狱之灾 肯定是免不了的 大哥 接下来啥打算啊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呢 明天啊 跟我去县城走一趟 县城 又有精挑啊 哪有那么多精挑啊 跟我去找个人 找人 哥 咱要找的是谁啊 上哪找去啊 他叫庞俊 应该就在附近 上个是自己能成就生命的地步 一时多亏有他这么个好助手 他研发的脱流技术 你现在的驱灵效率 不知道到多少 这一顺是找到他 和自己的迷赏结合 他叫庞俊 应该就在附近 何庆良 你给我等着 我跟你没玩 杜总杜总 不好了不好了 刚才有人来查我的税务 是我们偷吃露税 什么 杜先生 您工资存在严重偷吃露食问题 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就你这穷逼呀 还来推广什么脱流技术 做梦就回家做去了 再来这里 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 你们会后悔的 我保证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赶紧滚 这家伙 这是脑子进水了 有工作不做 非要到处去那什么脱流技术 这年头这是什么人都有 这不就是 你是杭先生吗 你是 听说你最近在推广你的新脱流技术 对吧 听说你最近在推广你的新脱流技术 怎么 你也是来嘲笑我的吗 不是 你应该找过几个工厂了吧 他们一直嘲笑你是疯子 但我不这么认为 技术是要革新的 如果你真的研究出了你的脱流技术 那对国对民 我觉得是件大好的事情 你认为我的脱流技术可以成功 对 那个 杭先生 要不咱换个地方聊 诶 诶 诶 这位先生 你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哈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贺沁良 是个煤厂的老板 我这次来呢 就是想找你啊 来我们工厂 研发脱流技术 制造出更优质的煤 你说的是真的 我骗你有意义吗 还有 这些不都是你所追求的吗 前世的时候 我可见识过你对技术的生命 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找上你了 贺先生 不知道你们煤厂多大规模 脱流技术研发到什么程度了 哼 我们煤厂刚建完不久 脱流技术还没开始做 哎呀 贺先生 你是跑来拿我寻开心的吗 贺先生 你是跑来拿我寻开心的吗 哎 庞先生 你先别激动 这有钱的话 研发不是问题 不是吗 我负责投资 你负责研发 我给你一切支持 你只负责给我搞出脱流技术就好 你是认真的 这样吧 前期啊 我先给你投资三十万 你尽管做 有什么需求啊 再来找我就行 啊 没事 你们继续吹 哦不 继续聊 看来我眼界还是太低了 这年头 牛逼还能这么吹的吗 就是 贺先生 这位是贺大力 如果你这边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由他带你去工厂 开始你的研发吧 贺老板 多谢你的心愿 我不过让你失望的 其实应该是我谢谢你才是 上一次没有你 我也没办法发展那么舒服 贺大师 总算等到你了 总算等到你了 徐大哥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今晚在弗莱饭馆有一个饭局 城里几个老板都会过来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没在场以后肯定会扩展规模的 急前认识也没什么不好 行 我跟你过去吧 好嘞 走 这不是徐大老板吗 怎么跟个土豹子一起啊 徐老板 这位 什么来头 没有什么来头 只是机缘巧合认识了徐老板 还有机会来参加这次饭局 没什么来头 没什么来头和徐老板一起来 徐老板 越老越糊涂了 梁博 你不要太过分 哎呀 徐老板梁老板 你们该知道干什么呀 既然都到了 那就赶紧进去吧 何大师 你不要介意 这梁博以前跟我在生意场上就过不去 是条疯狗乱小人 不要在意 他一个将死之人 没必要跟他置气 何大师 你又算出了什么 梁博这个名字在上一世可是一个大喜欢 听闻一次在饭馆里面因为赌球失败 心情不好 瞎得罪混混 之后被人乱刀看死 今晚这饭局 还是早点结束离开 过了今晚你就知道了 走吧 我们进去吧 干杯干杯 徐老板最近生意可是愈发兴隆了 都开始进去煤炭行业了 我怎么听说 你最近都快破产了呢 梁博 你压的 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 今晚饭局的目的 大家都很清楚 县城西建的煤炭供应是块大蛋糕 徐老板应该也盯上了 那个 在座 有煤厂的也就徐老板跟梁老板 我们这些小货还要仰仗着梁卖提供煤炭的啊 话不能这么说 之前整个县城的煤炭供应都是我们家的 徐老板刚入行 跟他合作 得小心点 林博 今晚你是来找茬的是吧 徐老板 不要生气 我知道呢 你是刚刚入行 也不这么着 今儿晚上有场球赛 你猜哪队会赢 你要是猜对了 西街的煤炭供应 我上给你 你要是猜错了 给我离开煤炭行业 如何 你要是猜错了 给我离开煤炭行业 好啊 梁总今晚赌哪一队会胜啊 我跟徐总在说话 你跟土豹子插什么嘴啊 梁博 怎么跟贺大师讲话的 贺大师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 徐老板 越活越回去了 跟这种土豹子混一块 你不破产也难了 梁总 今晚的球赛 我们赌尔次会上 好好好 徐老板 你确定啊 好 那我就赌公牛 土豹子就是土豹子 一点见识都没有 不知道公牛有篮球之神吗 我还想着怎么让你们学马次的 没想到自己上钩呢 公牛啊 已经是三连贯了 而且还有篮球之神乔丹在 几乎是不败之身啊 徐老板这回真的是糊涂了 居然相信那个土豹子的话 所以啊 看来这回徐老板 要被这土豹子 坑惨喽 现在是九三年 乔丹在赛季初就与金轩不退役 不过现在网络也不发达 难怪他不知道 现在是九三年 乔丹在赛季初就与金轩不退役 不过现在网络也不发达 难怪他不知道 老板 乔丹退役了 马次赢了 什么 马次赢了 这土豹子猜对了 对 刚才徐老板说 他是贺大师来的 难道这 这贺大师他会犯命 哎呀 贺大师 他刚使我眼拙了啊 还请不要放在心上 徐老板有你 当大兴 大兴啊 梁博 你还记得赌约吗 西街的生意 我就收下了 你不要客气哦 哈哈哈哈 你给我休息吧 怎么会 我梁博 说话算话 西街的生意 我让给你 好 还是梁老板耍快 哈哈哈哈 我就不许大老板 生意兴隆 贺大师今晚还有没有别的 要是没有 找我梁某人喝两杯 怎么样 酒就不必喝了 时间晚了 走夜路不安全 我劝梁老板也少喝两杯 酒喝多了容易乱性 小心 不要惹祸上身了 他一个将死之人 没变回他之气 看来贺兄弟是有心提点 好人哪 看不起我 我梁博 在这条街上 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看谁敢来惹我 啊 哎 老梁爷 完全该死的鬼子 徐总 我们该回去了 抱歉 徐某今晚还有其他事情在身 先走一步 徐某今晚还有其他事情在身 先走一步 这些设备 贺大师 贺大师 你真的是神了 昨晚梁博 你真的被人看死了 怎么回事 据说我们离开之后 那梁博不知道发什么酒疯 跟当地几个混混打斗起来 最后被活活看死 那其他老板呢 黄老板也被砍上了 幸亏你提醒我 我们走得早 才躲过一劫 我徐林 又欠你一条命 哎 徐总这说的哪里话 咱们是合作伙伴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清梁 不好了 朝里突然来人 他说你跟命案有关 要带你去做不顾 别怕 贺先生 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你离开 弗莱范港之后 那里发生了一起命案 我们现在过来 请你过去一趟 啊 你们不是都说了吗 走后才发生的命案 那和他有什么关系 老婆 没事 只是协助调查而已 一会就 同志 没问题 我跟你走一趟 同志 没问题 跟你走一趟 走吧 贺先生 你的履历还挺丰富的 几个月前 你还是个无名小卒 现在变成大富翁了 齐队长 你不是来称赞我的吧 知道我 齐队长 打黑除恶的名上 县城里谁也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 前世正常被暴露 人民准备人羞 因为就一个小女孩 最后因你牺牲 那好 今天请贺先生过来 就是昨天晚上的事情 希望贺先生配合调查一下 好 我听说你昨天晚上 进入弗莱饭馆之前 说梁博是一个将死之人 对吧 是 我的确这么说过 那你怎么知道 梁博是要死的 是不是一次有预谋的谋杀 齐队长 如果我说我会算命 你信不 齐队长 听说有位县里的大户 小徐林的过来找他 贺先生 没想到你能耐还挺大的 连省里的大老板都亲自过来 那个人是徐林对吧 我正好要找他 他来了 直接能坐一起交代 清梁 你没事吧 没事 齐队长找我了解了一下昨天晚上的情况 没事 齐队长找我了解了一下昨天晚上的情况 齐队长 等等 你别说 齐队长 有什么事吗 还是想起什么要交代的 还是说 贺先生 也准备给我算一挂 说我有血光之灾什么的 你别说 根据我观察 齐队长 还真有血光之灾 那贺大师说说 我可有解决之法 你这里有方带医的话 齐队长执行的时候 最好传在谁 这方带医昨天刚发的 齐队长形状比你穿 热心喝的 借大师吉言 如果我发现有胡说八道 那我再请你过来 要不是刚才前世 你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 英勇牺牲的份上 我才不会提醒你呢 好了 我们回去吧 许总 你说这县城里的房子 哪个地方比较好一点 怎么 何老弟 你要买房子啊 我在县城正好有一套 你要是看得上的话 就拿去住吧 那怎么能行 我也不是买不起 也行 那明天去看看 行 那明天去看看 行 何大师 这位就是县城有名的顾名 县城里面哪里有房子卖 他都知道 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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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同学 何大师 你们认识 我们是小学同学 对 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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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里的房子都挺不错的 你看一下 就这十几万的房子 我觉得就都挺好 就你刚刚给我介绍的人 西街的 这栋 老同学 这你就不厚道了 对不对 你跑到这儿来 那我寻开心的 西街这栋古宅 那至少也得一百万 你确定有这个 顾明啊 是真的 我骗你干什么 贺庆梁 就算你在许总身边工作 那你也不能吹牛 对不对 你家里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呀 就算这几年 你在许总身边工作 那你也没有一百万呢 许总 您说我说的对吗 许总 您说我说的对吗 顾明 我看你是搞错了吧 何大师现在可是 我的合作伙伴 他怎么可能买不起你的房子呢 顾明啊 这下相信了吧 那麻烦你啊 还是给我走下流程 先一会就接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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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何大师 流程什么的 交给我来安排 你们同学相见不容易 不妨去取救 那就劳烦许总了 谢谢许总啊 老同学啊 没想到你真的飞黄腾达了 快说 你是怎么做到的 只是运气好 赚了钱吧 哎 运气好 运气好人家许总会跟你合作呀 哦 对了 过几天我们有个同学聚会 你要参加吗 同学聚会 在县城吗 对啊 是张伟他们传的局 我听说 漫画若梅也会修 毕业那会儿 你还追过他那不是 想起来没 张伟 我怎么记得他这班里的 头号字头呢 追若梅 只能说是当时年少轻狂吧 好了 就这么决定了 我到时候跟他们说一下 哦 这一次高老师也会去参加 高老师 当年在学校的时候 就没少操心自己 对自己还是挺好的 嗯 行 那到时候我会去的 行 那到时候我会去的 哎 回来了 这些我都帮你归身好了 辛苦了 老婆 我们出去逛逛吧 逛逛 去哪逛啊 厂子建起来之后 我就没有什么时间 好好陪陪你 我可是要你保证过的 要好好给你过日子 就你嘴甜 厂子那边 有大理还有庞俊几 我放心 还有县城的发展 基本搞定了 接下来 我们也不会那么忙吧 还有清清 我把她接过来吧 送她去县城上学 你觉得怎么样 嗯 我都听你的 好 走 哎 摩托车 你又买了一辆 昨天从县城回来的时候买的 今天刚到 以后接近天上学 总要有个交通工具吧 上车 你要带我去哪啊 方宽心 我给你准备一个惊喜 什么惊喜啊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哎 清凉 这是哪儿 带我来这儿干嘛 等等 这就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清凉 你 哎 来 进去再说 走 老婆 我以前说过 要带你桌上大宝 你看 这就咱们新家 喜欢吗 哇 清凉 这就是你准备的惊喜吗 这些惊喜 够惊喜吧 嗯 你什么时候买的 今天价格 拿的钥匙 就带你过来 要多少钱 不多 也就一百多万吧 一百万 那你花这么多钱 买这房子 你厂子那边 研发不需要资金吗 哎 老婆 放心吧 厂子那边 都已经安排好了 再说了 厂子研发 难有你开心重要啊 走 我带你进去看看 好 走 我带你进去看看 嗯 走 喜欢吗 嗯 我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住 这么漂亮的房子 那以后啊 我们每天都在这里看 明天我把千千 接过来去 和千千一起 我们三个 要好好生活 嗯 哎呀 哎呀 你个贱惑啊 老子今天新买了洋酒 还没拿热火 让你给我撞了 告诉你啊 今天不赔个一千块钱 这事没完 你说了吗 妈妈 明明就是这个胖子 先撞到我们呢 呀 你个小贱惑啊 赶一胖子呢 你再这样 把你撞到外面信不信 千千不怕啊 你爸爸回来就没事了 明明就是你先撞我们的 我先撞你们 你们要好好走路 我撞得上你们 你 等你男人是吧 我告诉你今天谁来都没用 你知道老朋友赚多少钱吗 啊 我算是谁赔呀 你赶紧还钱 赶紧还钱你 哎呀 妈妈妈妈你看爸爸回来了 老婆 千千 你们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行 接下来交给我 哎 你谁啊 好小子 敢打了的是吧 还有你们两个电话 今天这个事 那个篇章一件 你骂谁呢 你再说一遍 哎 走了 我就想有理的是吧 我告诉你啊 现在可是 可是法治社会 爸爸 明明是他先撞我们的 你应该气息 现在是法治社会 要不然 我把你牙给打掉 我不管 你那千块钱 你还不给我 我给你明白 我给你讲 谁这么大的口气 要跟何大师没完啊 我给你明白 我给你讲 谁这么大的口气 要跟何大师没完啊 你又是哪里来的 我告诉你啊 少个老的事情 我让你好看 要我好看 哈哈哈哈 先不说何大师 有没有撞到你 就你这一点酒 就要跟何大师 要一千块钱 动什么呀 我那酒 从国外运过来的 何大师 这傻逼明显是 额啥的 你这里还有妻子女儿 这里还是交给我来处理吧 爸爸 这个人好凶 我们回家吧 嗯 徐总 交他嘴 何大师 你放心 保证处理的 飘飘凉凉的 我说你刚才叫人 傻逼呢 你不就是要钱吗 我这就叫人 给你送过来 徐老板 我不想打搅你做生意 但是在西街 有人讹上何大师 我就不得不 把你请过来了 有人讹上何大师 我就不得不 把你请过来了 徐老板 自从上次犯局之后 我们就没有见到过何大师了 你还别说 何大师提供的煤炭 不仅比良家的便宜 质量还好 黄老板 就是这傻逼 要讹何大师 并扬言要何大师好看 阿亮 你怎么会在这里 店里还有好多事情 等着你做呢 黄老板 我跟你说 别听那傻子瞎说 我今天那俩贱人 我跟你说 你说徐老板是傻子 我看你才是傻子 你知道吧 徐老板 可是一句话 省里都要抖三抖的人物 你赶紧的从事上来 哎呦 我这 徐老板 我今天 我这心情不好 我看俩贱 那两个夫人 然后我就 哎呦 大人不敌小人 我就饶了我这一次 哎呦 黄老板 何大师对这件事很生气 你看着办 你去店里 把这个薪水结一下 以后就不用来了 哎呦 黄老板我知道错 现在知道错 我知道错了 可惜呀 你得罪的是 何大师 可惜呀 你得罪的是 何大师 爸爸妈妈 这是我们的新家吗 亲亲好喜欢呀 亲亲喜欢就好 那我先去做饭了 你陪亲亲玩一会儿 好辛苦了 爸爸我们有新家了 耶 千千 爸爸以后再给你买游戏机玩 好 等等 游戏 如果没记错的话 先是一款名为荣耀的东西 风靡全球 而这个时候 正是他们起步阶段 不仅如此 他们起步阶段还极其坎坷 如果自己把握住的话 千千 晋良 吃饭了 好 走 吃饭了 好 老张 我们现在张片上没一分钱了 估计连三个月的房租 都交不起了 还有什么搞钱的路子吗 哪还有什么搞钱的路子啊 我们把能卖的都卖了 这样下去的话 恐怕连荣耀研发都进行不了 这样下去的话 恐怕连荣耀研发都进行不了 我们现在算是走投无路了 那些有时公司 看我们刚毕业 那我们的笑容都不开 那是他们瞎了眼 等着荣耀出来 有他们后悔的 无论怎么说 我们还是先把这个月坚持下去 实在不行的话 我把房子卖了吧 那怎么行 那是你妈留给你的 为了梦想 执 你是 所以我介绍一下 我叫贺庆良 今天来到这里 是想要投资你们的游戏 荣耀 什么 你要投资我们的荣耀 来 坐坐坐 你确定 你不是拿我们寻开心吧 我才没那么无聊 我对你们的荣耀 十分感兴趣 我打算投资一百万 一百万 你可说的是真的 一百万 你不怕打水漂吗 每个梦想都值得 每个梦想都不应该被辜负 就从你刚刚说的那句话 打水漂我也认了 只要你们愿意 我们随时可以行 不要你没愿意 我们随时可以行 站住 你给我站住 跑啊 孙子 你再跑 你手里有三条人命 今儿抓不住你 我就不幸其 他娘的 要不是身上这方的仪这么重 平时哪里需要这么追赶 放开他 把梦想都要死 不如拉一个皮子 小心 贺大师 今天请你过来 我是感谢你的 陈队长 这次你不说我是故弄玄虚了 你就别取笑我了 要不是听你的建议 我穿防弹衣 现在你就看不到我了 随口的事 贺大师 大恩不言谢 这杯 我先干了 陈队长 陈队长 慢点 这大碗 哎 干不起 干不起 小贺大师 现在的人真是无法无天 在饭店打架 在饭店打架 老子 脚也关键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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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我 住手 一直拿过 老子 老子 你鬼头爬 我是 你们说我是谁 不好 齐队长 大力 你怎么在这里 梁哥 我终于找到你了 什么事 别急 慢慢说 他们调戏姑娘 我去制止他们 可不就打我 你这群混 早晚都给抓进去 随队长 你看这些事情 需不需要走下程序 人都跑了 该走什么程序 贺大师 你们聊 我先忙去了 大力 你这么着急来县城找我 这厂子发生什么事情 哥 自从你离开厂子之后 那李慧和秦大海 天天来厂子里 又哭又闹的 说什么秦大海要结婚 又要找你有钱 是 是秦大海要结婚 现在的化妆可真多 现在 咱现在咋办 你先回去 现在 咱现在咋办 你先回去 我明天就回去住 哎呦 我那个没良心的女儿啊 他人就不管这个亲娘的了 他爱他也不管了 他结婚了他也不管了 你怎么来长力闹呢 我不来这里 你会出来见我吗 你到县城住大房子 你还记得我这个娘吗 还有你说说 大海要结婚 你管不管 大海要结婚了 嗯 客气娘 你赚了钱 也不想着你这个妈 真不知道当初 这怎么就把孟杰给了你 孟杰啊 这个男人要是赚了钱啊 你得把钱抓在手里 嗯 不然啊 他在外面有了女人 你都不知道 我对孟杰的感情 大家都可以见证 断然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好话谁也不知道说 啊 谁知道你背地什么人 妈 您别说了 亲娘是不可能对不起我的 说大海吧 他不是要结婚了吗 对啊 最像啊 是县城的大夫人家 能够开上大海啊 是大海的福气 你这个做姐姐的 是不是应该帮城帮城 那不是成本啊 那我们怎么办啊 嗯 五多 嗯 找那个上次那个摩托车 再来一辆 另外 五万块钱的彩礼 五万 嗯 五万块钱 对你们来说算多吗 只要你们帮忙 我们就不会再到你们厂里面闹了 嗯 嗯 可以 这个忙我们可以吧 但我们有一个条件 我们要跟着去看看 嗯 可以 我们要跟着去看看 嗯 可以 哎好 李母啊 上次我可是说好了啊 要娶我们家小青啊 车和彩礼一样不能少 你们这可是准备好了吗 哎呀 亲家母啊 早准备好了 哎呦 李母 我突然变卦了 我们小青啊 貌美如花 五万彩礼不够 怎么说也得十万才行 之前不是说好的五万吗 怎么又变十万了 哎呦 五万 此一时彼一时 现在五万 好意思拿出手了 可你之前明明说好的五万 怎么说变卦就变卦呢 孟姐 你看这要不 你把好人揍到底 再给五万 我拒绝 你这臭小子 你是想气死我 还是想搅黄大海的婚事 李母啊 追我们家小青的人多了去了 你们家要是没钱啊 还有大把的人早日娶我们家小青啊 孟姐 你看看这小子 他是不是变心了 现在从不把我这个忙 放在眼里 演戏 怎么一回事 演戏 怎么一回事 张木娘 这位就是你县城认识的药号 王神吧 还有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小青也没婚配啊 妈 这怎么一回事 别听这小子瞎扯 我说他呀 就是不想为大海花钱 对 他就是不想为我花钱 你们还真是不见黄河不落泪 人我已经带了 进来吧 妈 想不到你来做这种坑钱的事 小青你也是 走走走 赶紧跟我回去 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嗨 走走走 臭小子 你不去好好工作 来这里干什么呀 走走走 妈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来看我和沁梁的钱 你以后再也别来找我们了 找你们要点钱怎么了 你们发达了 都把我这个妈放到哪里去了 啊 妈你真是 行 那就都结束了 我们走吧 哎 清凉 你是怎么知道我妈他们在演戏的呀 你还记得那个棋队长吗 派出所那位 嗯 当我听到大海要结婚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里面不对劲 所以啊 我就向那个棋队长打听了一下 这里面果然有问题 之后呢 我就让大力去找了一趟亡民 再之后 就你看到的样子 原来是这样 再之后 就你看到的样子 原来是这样 洪峻 怎么样 你的退流技术研发的怎么样了 研发的十分成功 还差最后一步就完成了 不过啊 还需要 科技帮的忙 需要帮什么忙 你尽管说 我需要一些 设备 设备 喂 许总 是这样的 魔场子 最近需要一批设备 成了 何大师 这天工工厂 是整个县城 最大的设备供应厂家 你需要什么设备 直接跟他购买就好 这工厂在前世 可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话题 记得这个工厂电力设备 出现问题 发生火灾 导致许多工人死亡 诶 何大师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我们进去吧 徐老板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今天我是跟何大师 一起来这里 采购设备 大师 你好 我是何 你好 我是何田 何清凉 何田 何大师的话 你还是要多听 可以逢凶化吉 正好何大师到我们厂里 能否请你帮我看一看 看我们厂里 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 何总的厂子 都是用先进的技术和维修 给人一种高大上的感觉 何田 这个厂子 你砸了快上百万了吧 其实也没那么多 主要我想做好质量 做好口碑 以后好发展 以后 厂子的手 哪里还有用 不过既然自己碰到了 就帮你 不过何总 我看咱们厂子 有不祥之兆 厂子里的电线 最好检查一下 以免出事 何大师 你这开什么玩笑 我厂里都会定期 派人进行检查的 这电线 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我只是好心提醒一下 信不信在你 不是我不信你 难道我请的那些专业人员 是假的不成 还是说 你的能力 比那些专业人员 还要强啊 何田 我建议你 还是听何大师的话 让人再检查一下 以免 追悔莫及 既然徐老板 和何大师 都这么说 那我就派人 去检查一下 要是检查出什么问题 那你们今天 所买的设备 我全部免单 要是检查出什么问题 那你们今天 所买的设备 我全部免单 何总 刚刚检查了 所有练习 真的有一截 被孩子的鞭炮 就扎坏了 那还不赶紧 派人去换 是 何大师 今天有所冒犯 还请您不要介意 要不是你啊 我今天场子 可就复之东流了 何总客气 我只是提醒一下 不瞒您说 下午这种空口之言 很少有屁 何大师 你们今天所买的设备 我全顾免单 稍后 我派人给您送过去 那有劳何总了 您客气了 何大师 许总 慢走 让人家设备 你最快的速度 给何大师送过去 一刻都不要耽误 以后何大师 就是咱们传的贵客 知道吗 好的何总 你这个主案 好的何总 我这个主案 何总 新版脱流技术 已经年之成功了 再过几天 就可以投入使用 到时候 煤炭的利用率 肯定会大大提升啊 真的 何大师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你做了一件 利国利民的技术 何大师 新版煤炭的出现 肯定比市场上 所有的煤炭都要优质 到时候 我们适当提价 又是一大笔钱 来 不急 刚刚进行生产 我们还是要把煤炭 推广进去 嗯 我们价格上涨 一开始 肯定没有多少人 知道煤炭的质量 还是要有好的推广 关于推广这一方面 我已经有想法了 这是我之前设计的方案 你看 还有什么需要修改 我们就要这个度 妙 你这个办法太妙了 我们煤炭 让大兴 哎 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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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基本情况是这样子的 就是煤炭的这个持续上涨 再这样下去 可能会引起民怨呢 现在现场 我们的煤矿生意 谁最好啊 贺清良的煤炭长 贺清良 对 我怎么把这个人给忘了 呃 部长 我怎么把这个人给忘了 部长 今天你能来我煤厂 真的是旁边生灰呀 我今天过来啊 也没有别的事情 就想啊 问你一件事 你现在对本市的这个煤炭行业 怎么看 哎呦 部长 这恐怕 您比我更清楚吧 现在煤炭功不应求 而且煤炭的价值 是水涨足高 我可听闻 你们家的煤炭 是整个行业的里头羊了 远超其他家 难道 你也想 说过民众一把 嘿 周部长 您就这么看我的吧 你放心 我这煤厂 现在进入正轨了 别的不敢说 但我可以保证 这煤炭 人人买得到 而且买得起 贺大师大义啊 对了 我还有件事 想请周部长 你说 这要是合理的要求 我肯定帮你 啊 也没有什么大事 我这不是新收购了一个厂子吗 正好去一些人数 您看看县城里 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正好 我们县城有些人 要逃口饭吃啊 贺大师真的是大义啊 周某佩服 来 周部长 您别抬许我 我只是做一些利所能及的事罢了 周部长 您别抬许我 我只是做一些利所能及的事罢了 我先来 我先来 大家不要着急 还好队啊 这个贺老板呀 真的是个大好人啊 他不但给我们搞了工作啊 这工资还低呢 我也听说了 他家煤厂是现收最好的 还是最便宜的 哎 你不知道吗 这个煤将下来 就是因为贺老板 所以我们进了工厂以后 一定要 急做 谁不好好工作啊 我打断他的腿 嗨 你现在可是县里的红人吗 那 你不看你老公是谁 看你 哎呦 周部长 周部长 您怎么有时间过来 这不是过来 挣着你的财气吗 人还挺多的呀 不错 周部长 我可是听说 你马上就要掉到省里了 我还没来得及给您贺喜呢 那还不是因为 咱们县 有像您这样的 企业家 你的事情啊 我可是向上面汇报了 我告诉你啊 上头领导要对你嫁奖 行 那到时候我们就不见不散 何厂长 我觉得你跟 其他的结家不太一样 别人 都是唯理是徒 你呢 不知道 你有什么目的啊 我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和梦洁 过好余生 我怎么办的 官人 也不得在那边 那不是什么 我怎么办 我都没有 你不要 看过去 那是吗 我这个